AIPin 找到工作再付费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 一战式服务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AIPin YouTube频道 发布的北美求职栏目 北美求职制备一周宝 我是AIPin的William老师 关注北美市场聚焦数据类求职 我们一起聊一下 在过去一周美国职场的最新动向 来自洛杉矶时报的消息 根据UCLA的预测 得益于COVID-19的广泛疫苗接种 以及联邦为民众和企业提供的大规模救济 今年美国和加州的经济将实现 近创纪录的增长 根据周三发布的季度经济展望 流行病的减弱加上财政减免 意味着2021年强劲的增长 这将会是过去60年中最强劲的 接下来的2022和2023年 也将持续较高的增长率 尽管在旅游业相关的休闲 和酒店业的全面复苏将之后 但在大流行期间转为在家工作的 高科技技术和专业部门的推动下 加州的复苏速度将比美国整体速度要快 根据专家预测 加州的失业率将在2021年 平均达到6.8% 在2022年达到5.1% 在2023年达到4.1% 但仍高于疫情大流行前的3.9% 他们估计 加州的就业人数在2020年萎缩了7% 但在今年将增长4.1% 达到1687万以上 这比美国3.6%的增长速度要快 根据预测 未来几年 加州的就业机会将分别增长3.1%和2.3% 预计引领经济复苏的两个板块 技术和物流将会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 这个利好消息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求知人们接下来可以多关注一下 物与加州的工作机会 我们接着看一下科技中心硅谷的动向 2020年的3月16日 硅谷六县市成为全美国首个颁布居家令的地区 一年之后的2021年的3月16日 生马特澳县成为硅谷第一个宣布重新开放的军县 餐馆重开50%的堂食 博物馆动物园电影院限流50% 购物中心终于可以满载不受限制 从居家令颁颁布到重新开放 居家这一年作为全球创新科技巨头大本营的硅谷 人们居家的状态如何又有何种变化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通过采访 总结出了对职场最显著的一个影响 那就是员工线下交流缺失 新人很难建立起新人 作为科技巨头大本营的硅谷 工程师文化成了硅谷地区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去年3月居家令颁布后 科技巨头如Google Apple Facebook等纷纷要求员工居家办公 大家认为工作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甚至因为路上通勤的时间减少而开始上班的时间早了 工作和生活的交集因为疫情慢慢取消了界限感 但是由于无法线下相处少了内部跨部门的交流 让部分公司文化消失了 尤其是对于新入职的员工而言 因为没有真正见面就自然无法向国王通过每天面对面 建立起足利员工之间的相熟关系 真正信任感的建立的确跟线下相比变难了 我们接着关注一下在上周的岗位发布的情况 在上一周Glasdor又发布了正在积极招聘远程工作岗位的十家公司 我们筛选了其中针对数据类和软件类岗位招聘的公司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家岗位比较多的是知名咨询公司MyKensi 开放的岗位包括SDE、DE、DS的Intern、MarketingAnalyst以及DataAnalyst 第二家是软件公司Kalix有SDE岗位的开放 第三家是互联网公司PubNab同样也有SDE岗位的开放 第四家是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公司Adelancing 开放的岗位包括SDE、Business Analyst以及DataScientist的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家公司开放的岗位当中包含了一些Intern的岗位 有实习需求的申请人现在来讲还有机会 所以可以抓紧时间进行申请 除了以上的岗位的信息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月的第三周 AIPIN团队对于数据类岗位的每日发布情况的追踪数据 在过去一周DataAnalyst数据分析师的平均周中日更岗位数量达到了1702 连续两周均值增加 本周增长了140个岗位 Business Analyst商业分析师的岗位数量达到了2060个 比上周增加了近200个 也是实现了连续两周的增长 DataScientist数据科学家的增长达到了1316 恢复了过去一周的增长势头 比上周增长了250个岗位 Product Analyst产品分析师达到了1918 同样恢复了增长势头 比上周增长约200多个岗位 春招市场整体增长还在继续 还没有offer在手的求职者可以抓紧时间 积极投递申请 感谢观看北七北美求职之北一周报 如果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 欢迎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AIPin是面向广大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者的 一战式求职解决方案 针对全职求职者找到工作在付费的Coreary VIP的项目 已经成功帮助数百的求职者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 大家可以登陆www.aipin.io了解更多的项目信息 也欢迎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添加求职导师的微信来预约免费咨询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求职之北 了解行业最新资讯 求职技巧 学员经理分享 干货多多 大家同样可以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 AIPin YouTube频道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